我们小时候追求很多东西,我们得到了,最后又失望了,又抛弃了,大家想一想,这是不是给自己带来很多痛苦,要明白,这个世界上升不带来死不带去,我们不管碰到什么事情,都要随缘,今天该是你得的就是你的,今天不该你得的就不是你的,今天,如果你新买的房子,有可能在一场地震, 水在中,转眼就换为乌有,翻人转静,胜人转心,我们在这个世间碰到五欲的诱惑,马上就会神不守舍,很多人一碰到欲望,眼神马上就不对了,就是缺少对现在社会境界的免疫力,举个简单例子,很多女士走路,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,突然之间只要看见各幕橱窗,她的脚步就慢了下来,不愿意看, 心随着进转,这样就会丧失良好的心理管理,和延续毁命的重要条件,师父经常跟大家讲,这个世界上什么管理都有,企业管理,物业管理,没有一个是心理管理,心态管理,希望你们好好的通过学佛,管理好你们的心态,管理好你们自己的心理变化,将自己变得越来越正, 学佛人要正信正念,否则你就会扯受,你就会变得越来越颓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气牛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